台湾顾问团 就是说我们台湾应该要有健康的媒体环境 我相信说到台湾要有健康的媒体环境 应该是所有的乐听人都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这场游行上千人上街头 显然现状的环境情形不是如此 好 那我们就要来问到了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 到底这正是所谓的谁大谁小的问题 还是说到底我们的媒体有没有道德良知的问题 那么再必须要维持一定的营运水准 才能够让媒体继续生存的现在的一个经营现况的情况之下 到底在整个台湾哪家媒体才是大又可怕 而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在这么多人上街头之后呢 问题的问号依旧在吗 好 台湾顾问团 我们就要开始帮大家的问号来找到答案 今天首播第一天 我们带大家就要赶快的关心的是 台湾的新闻环境以及媒体的发展 我们今天台湾顾问团现场非常开心 请到的是能够展现多元声音的主要的几位来宾 首先第一位来介绍资深媒体人周玉克小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继续介绍民进党前立法委员郭正党先生 大家好 好 我们继续在介绍着环球科技大学的副教授欧崇敬老师 欧老师好 大家午安 好 我们就来看到那么在现场的大游行呢 大家都在关注相信呢 现场的包括我是媒体人 包括我们有媒体人 有委员有老师也都是非常的关注的 主要的四大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为大家做了整理 四大诉求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好好来讨论的几个焦点 第一个呢 说要求的是要新闻专业 好 要新闻专业很重要 再来要望中道歉 再来要NCC能够有所监督 继续要反媒体垄断 这四大的主要诉求看来问题都不大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今天主要我们就从要望中道歉来看起 整场的一个游行的一个主要诉求有四大项 为什么独独要望中道歉 要望中道歉 问题是出在哪 目的又何在 整起的反望中事件一直进行到了 9月1号这场的一个大游行 我们看到问题的原貌 也找到问题的真相了吗 我们就要来看到 我们先请教育寇姐 您在国内的媒体界 不只是资深媒体人 而且大家都非常令人敬重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过程 您在媒体界各个部门 集成一直到中高阶的主管 您都担任过 我们想这次大家会看到说 到底现在台湾媒体是发展到很大 所以很可怕 但是像你这样的资深的媒体人来看 所谓的媒体应该怎么样才叫做大 大完之后应该要怎么样来 让大家看到它的大 它的影响力才对 就说大其实不一定可怕 像以前苏联很大的时候 美国人也不怕它 当然就说谈这个题目 我觉得对我来讲 它有各种很复杂的情绪 事实上我真的在新闻界 各个的平台都做过 就从广播电视杂志 日报晚报到这个主持节目 那参与电视新闻台 那看到过我们台湾的风起云涌的 新闻自由的争取 平良心讲这个 在9月1号这一天 它其实是记者节 以前的记者节呢 是很可笑的庆祝方法 就是国家给你这个一批钱 那你看诗诚你还有这么资深 可以参与吗 我们以前的记者节就是 记者协会还送你一个小礼物 然后我们大家还去开会 大家就一片歌颂之身 那这个现在的记者节是上街 这个台湾太可爱了 这个可爱是哪里来的呢 那是我们这一些人至少有贡献呢 因为我们是在截言之前 进入新闻界工作的 所以这个最艰难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也参与了争取新闻自由的 这个一个一个程序 那争取新闻自由 靠的是我们新闻界自己人 永远都是如此 全世界都是如此 那那天我比较注意到的就是说 当然我看到那个电厂一定是有 有一家是在直播嘛 那是跟中天比较对立的一个频道 那我就赶快跳到中天来看 哦 中天有这个直播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就是说它基本上来讲 这个大家在一个竞争的情况之下 让市场来决定 可是谁大谁可怕这件事情 它是有客观标准的 就是有法律规定的 那谁大我觉得要用法律来这个 来规定 那可不可怕 那要看谁的角度 那比方这一次民进党觉得可怕 我觉得民进党当然这个因为正量是好朋友 民进党某些人不是郭正亮 那那那个这一次里面 我觉得政党参进来 让这件事情的复杂化 这是我觉得蛮失望 但是我要强调哦 这次9月1号的游行 不是不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哦 我们以前参与的那个 无线电视台的那种党政军退出 然后对国民党施压的时候 阵容比现在强大的多 而且他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上面的一些堆利 其实蛮可惜 我等一下我再谈 其实我觉得黎智英先生跟蔡亚明先生 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的老板 其实我希望将来我们媒体是良性竞争 现在有点朝恶性竞争的趋势走 有点可惜 对 不只可惜 他对政治人物是有利的 政治人物很阴险的 媒体打架对他没有 没什么意思 本来就是 媒体忙着打架就不能监督政治人物了嘛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媒体的一个成立的宗旨 本来就是要做政府的这个监督的责任了 但现在预扣解决可以点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那良性竞争在以前或许解决之前的那个年代 大家看到就是那样的一个竞争 但解决之后的一个竞争完全开放之后 大家看到这个多元化大明大放的一个表现 那么走到现在大家为了争取所谓的言论自由 新闻要专业 NCC要监督要反垄断 所以上了街头了 在这呢没有错 刚刚预扣解决点到了 到底在这个时刻政党因应不应该有所参与 所以请教郭委员咯 这回民进党在这方面也发出不少的一个声音 反望中所以要上街头 上街头当然诉求当中有时候要求新闻专业 或许这是普罗价值 但是我们要来请教问到就是说 这个望中案民进党为何要反 是针对望中案反 还是整个审核的过程 这是有法律的一个机制的问题 在导致望中案现在的发展方向 还是呢为反而反 还是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看法 像郭伯伯就觉得说 这里头政党介入可能 又会大家有不同的目的存在 政党支持或反对的东西 不一定是法律啦 他反对的是一种倾向或一种趋势 那其实这次的望中会引起反弹主要是两点 一个是处理黄国昌教授那个事件 那那个事件坦白讲这样事实说话 因为两方都有各种说法 可是这个是其中之一 至少有一些学生会上街头 是因为黄国昌教授这个事件 那另外一个其实是对 坦白讲就是望中的这个老板 他可能对外做了某些发言 然后引起了一些连结 引起了一些连结 那当然本来民进党就是争取言论自由 然后对于中国要介入台湾的媒体市场 是比较有警觉的一个政党 那因为这个我们蔡老板有时候 可能就接受专访 然后引起了一些讨论 那那一些当然有些人就会很警觉了 那他那个市占率 市占率事实上是一个计算基础的不同 比如说有一些学者认为会到达三分之一 那我知道望中认为没有了 那可是因为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声音就会被放大 就说老板接受专访是这个立场 那如果接近三分之一 那这个放大出来的效应就不得了了 这都还是一个想象 我知道可是就是说 我这个政党我现在不是民进党也没有做决议 是个别人物去参加 比如游戏困去参加 那苏主席接受了专访 可是就是说我就是觉得说望中对于这个部分的立场的诚信是做的不够 还不够 所以民进党就会这样质疑嘛 这个质疑就是因为你确实有过这样的表达嘛 比如说对六四事件等等 那我是觉得望中可能未来在报导的时候 那可能要做一些比较有力的表述啦 比如说是不是真的报喜不报仰 对大陆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当然有人会来注意 那因为你被盯上了就会被放大 那人家同样会用TVBS啦 三立啦 他们怎么去报导大陆的新闻 同理我们就在讲到这样的问题了 那大家是不是用同样一个标准在检验 当然当然 检验各个媒体 我想现在对于我们不要讲 这是讲望中石集团 我相信对所有媒体来讲 如果我们的乐听人都这么样的在乎整个媒体的环境 大家愿意请全力来做监督 这绝对是个好事 不管这里头是一般的乐听大众 还是我们媒体自己的自律 甚至我们刚提到政党也对媒体能够有些些的意见 这也不是不行的 但我们想我们要看到 他如果是同样的标准在做检验的话 就或许相关的争议 可以不尽然走到今天大家讨论到这样一个地步 民进党对所有媒体检验的标准一样吗 其实我跟你讲 那个望中会变成这么大的目标 是因为你们危机处理的方式 因为你们是强力回击 强力回击包括学生来示威 你挂了一个两个大步条 那个就是直接作战 那你就是引火烧进来吗 我想这个方式 或许说大家在每个事件 不管这是出现在媒体 还是各企业 或是甚至说我们家庭里头 如果有一些些小小的一个家庭的摩擦 大家处理模式或许都有当下 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 在媒体的部分 或许如果有人讲好像被放大了 那如果一旦被放大之后的一个检验 是不是又够公平 欧老师我们就要看到这次大家上街头了 那上了街头之后呢 很多的一个看法 很多的是学生也都出来了 我觉得学生要关心公共事务 其实这是好的发展 对 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学生们自己的自主意见 您就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 到底够不够 我在两周前我们中间就做了节目讨论说 大概会有多少人上 在9月1号 那当时报纸上登了一个消息说 有人出500万 那我当然说按照500万的行情 因为郑亮兄是比较老实的这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大概比较不了解这个行情 500万能可以动员正好1万人 一车2万 一车40个人 老师赚过的 对 那我提供时报周刊一个研究不错的主题 而且相当有趣 大家可以仔细做 因为那个画面都还在嘛 很快的因为秋天到了 那个革命的季节开始了 打打马蹄响了 那夏天呢不适合革命 因为太热了 对 那个很容易中暑 那最有趣的是 你仔细看 动员来动员去 蓝的跟绿的 反中或者支持中 或者支持两岸交流 反ECFA和支持ECFA 会有一样的人走上街头 摇不一样的旗子 也就是说 在这个动员的机制底下呢 有专业的动员者在动员 那么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VCR 可以看到 他们很多的动作 是相当整齐的 而且视线有所规划的 这个绝对不是临时的一个集结 好 那这里面最令人觉得 有些矛盾的是这样 就是说商业的问题 跟政治的问题混在一起 反望中还是反中国 那反中国可以反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我的博士拿的是中国文化大学的 我们的前任校长告诉我说 当时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的确有文 去文说你要不要改成 把这个中国改成台湾 变成台湾文化大学 那这当然就是反中国的一种 集中化的表现 好那如果说 我们是反对媒体垄断 那是应该有客观的数据 我给各位几个客观的数据 现在所有华人电视的 有线电视台 总共有一千台以上 华人世界 整个华人世界 而且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我们有电脑 都可以衔接得到 或者我们有手机 都可以 都有手机版 或有iPad版 都有三种版本 可以衔接得到 甚至我们只要有 这个PC 我们都可以接到 连土耳其的都可以接到 一个土耳其台湾可以接到多少台呢 600多台 我苏联都一样 好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很难垄断 当然是 这还不包括每一个人的手机 每一个人用部落格 也可以成立一台 所以中国大陆 比如说 大家说他贪官很多啊 而且权力特别大啊 很难让他下台 就有很多人用手机自己当台 拍下谁的眼镜 谁的手表 某个省长眼镜是阿玛丽 放大处理 于是那个人下台了 整个财产被彻查了 某一个人的手表 戴的是百达菲利 好于是他下台了 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多钱 买那样的手表 好那也就是说媒体解放了 这种解放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连中国大陆这种 被称为极权的国家 他都没办法控制 最明显的是 毛泽东全集 曾经卖多少套 卖一亿套 一套八等 现在毛泽东全集 还能不能这样卖呢 答案不行 因为Android系统 免费提供经典版 完全有数位版本 所以说 对在这里 数位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那特别是 我说绿营的职业老革命家们 在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的 也就是二三年级 包括四年级的 他们其实对数位的想象太薄弱了 完全就用旧的方法 在想象这个数位 所以他很容易觉得说 极恐怖 所以才会觉得 这个所谓的垄断要出现了 对 那施程怎么看呢 我们本身也是资深的新闻媒体 对 现在还在线上 对 好 我们看那么多人上了街头了 但是现在告诉大家说 很大 很可怕 我们刚刚不断在看说 到底什么叫大 什么叫做可怕 那么现在刚才欧老师也告诉大家 在这个三四一 世卫时代的一个汇流的一个发展情况之下 要垄断太难了 连我们自己有一个手机 我们自己都是一个电视台 对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诉求 公允吗 其实垄断 也有数据 也是一种感觉 数据就是公平会拿出来说 基本上望中兵中佳 他没有垄断 所以没有超过这样的一个数据 没有超过一个标准 那感觉就是说 前一阵子我觉得 有部分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望望集团 处理的不太恰当 黄国昌事件 我认为处理的不是很好 道歉了 对 所以后来道歉了 对 我觉得那个后来 其实我也有不同的声音 我相信他们也道歉 那但是后来你说 真的刚刚像郭老师讲说 基本上会不会有 因为他跟这个六四天安门 那种发言 所以造成这个后面的可能会 帮这个中国在国内 可能有超过这个市场市战略的结果 让你的声音变成中国的声音 后来NCC怎么处理 郭珠他怎么处理 很简单 他把你的信息会才全部拿掉 你忘了吗 他就是这样处理的 但问题是 因为我们的国内的法律里面 没有思想审查这个范围 他只好用这种方式很RQ的 说好啊 你要拿可以啊 这个中天的新闻台对不起卖掉 然后中市的数位新闻台 给我改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有意义 你把法律改 可是现在法律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文 那你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这样处理是非常非常RQ 很奇怪 我要讲 中天或许前面处理有错 可是我觉得后面他还是有改了 比如说郭老师在这边啊 我们现在多元声音在管道在发声 我基本上认为 这个商业新闻 这是几天要我住来才改 至少有改嘛 对 至少我们在整个调 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黄国昌事件 那至少你再做一番的了解调查之后 立刻就发出了道歉声明 我相信这是中石旺旺集团 非常有诚意在做任何的自我前途 这个展现 你知道吗 郭老师以前那个数字周刊 面对任何人 他道歉唯一的准则就是法律要道歉 他才会道歉 就这么简单 我懂我懂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基本上这个 这些这个事情大家都有错 可是最后结归到这个所谓垄断 你好大我好怕 是不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规模 或是这么样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能量 让人家走上街头 然后真的中天已经大到 让人家恐怖这个地步 我回应一下 我现在教这沟通的课 真的行动是最好的说明 你如果对道路新闻的处理 也有部分的批评 其实这个就自动解除 郭委员觉得现在看不到 我赞成 所以你如果能平衡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自己的做法 但是不能说 我最后讲 你不能说把一些商业行为 最后后面有其他的目的 然后全部变成说 因为你这样子 所以这个因为 因为其他的目的 然后包装的时候 你好大我好怕 所以你垄断 所以我一定要走上街头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公平 这部分师承就不公平 我非常赞成师承的角度 就是说 正量的讲法 当然有一部分 他有他自己的合理的 逻辑的认知 可是国民党整个的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看他从前面开始 华盛顿邮报的访问 开始讲到 一个报老板个人的评论 讲到今天 你就会发现 民进党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 中心的核心的灵魂思想 对于台湾的媒体的经营环境 媒体的生态 跟媒体的内部运作 他有一个准则 所以他就瞎缴获 就是什么时候 可以收到尾 拿点好处 他就拿点好处 政治人物也是听他属下们讲的 反正他也不愿意去得罪 那个大的媒体 那个媒体 其实苹果日报集团 对民党也没什么好 有的时候 骂起来也挺凶的 可是这个集团 可以批判 我就趁这个时候上点报 让自己的名义可以上 这个里面 在两大集团的这种对应当中 因为我出身于联合报集团 我非常知道 在集团里面工作 甚至于我在联合报集团 做过采访主任 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像处理黄国昌 这种新闻 它里面有非常多 在操作上面的错误 你很 我不太相信是 我不相信是上面指挥下来的 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中石集团 那错了就盗窃嘛 我以前还曾经头版头条都出错过来 这个也要盗窃 大家都处理过嘛 这跟这个完全没关系 那第二 对于这个大陆新闻的报道好了 请问你大陆新闻报道的准则是什么 大陆新闻报道准则就是 只有容许你们民进党人 自己去大陆开会吗 只有容许你们民进党 自己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吗 你们民进党自己曲解中国这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现状 自己漠视于它的现状 然后就找一个切入点 找一个六四的切入点 去给人家全盘否认 那就跟外界看你们民进党是一样 所以民进党自己先把肚子眼管好再说 然后再去管媒体 这件事情如果民进党不进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的发言会比较觉得值得 由于民进党介入了我就觉得超讨厌像蟑螂一样 那个台湾很多事情 这个被政党一介入就很麻烦 但是这两个集团你好好做就越做越大 对台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好 那我们就看到 这到底是这个大 大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好 那么现在大是被无形中给加料 加上去认为的一个大 还是个别某个集团某个新闻单位认为这叫大 于是出现了现在我们大家讨论 必须要来理解厘清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在广告回来呢 我们请来并再来继续为大家解析